10月11日已故月谈天后梅艳芳的母亲梅妈秦美金与儿子梅启明举行记者会 隶属他们与梅艳芳遗嘱执行方汇芳信托的恩怨 含泪控诉信托基金复理家属意愿而把梅艳芳遗物公开拍卖 梅妈表示想娶回女儿遗物为的不是钱 而是想替女儿建议所纪念馆又反驳媒体对自己的种种漠黑 世界上的人只要知道 你家家人对阿妹不好 家家人怎么对阿妹不好 你怎样知道 怎样什么都好 就算真的有家人对他不好 都不与你的外人无关 怎样不好 你可以说出来 你只说家人对他不好 我只花钱 我都不懂得赌钱 我又去加拿大 又去哪里赌钱 什么都告出来 我成一肚气 我没得素苦 我真是一肚气 没得素 阿妹病 我又要去卡拿大赌钱 这些就是乱作这些文章出来 等那些人 信得世界上的人 三肢的人 饭雨茶 饭喉吵 哎 她都没有去赌钱 我好爱 我好 梅妈在20分钟的发言上 对遗产信托基金营作生活费发放安排 与官司判决表示极度不满 而梅启明全程占领哭天抢地强烈控诉 上来被外界指责基于妹妹遗产的梅启明还表示 一直有做散工维持生计 也有招呼母亲 有手有脚 绝不会去领取政府援助金 有 除了散工啊 周围 有做散工的 没所谓 维持生活嘛 外界又支持一下 这样咯 不是怎么生活啊 人当然要生活的 好多人说 你这这么大型的 去拿工门啊 去拿什么呢 我不会拿 我一分 我做黑衣 抓兜了好 我都不会去拿工门 那些社会是给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去做的 对于花十年时间和金钱大官司 梅妈坦言即使不吃不喝 为取公道不会后悔 另外也有粉丝吴小姐到场支持梅妈 并表示对偶像故具一物将被拍卖 不希望物品各散东西 还只有联络演艺人协会会长曾志伟 他表示会尽量帮忙 发展了个资订阅 但是我们 gorgeous 都会用到我们在一起 发展了一段时间 每次周边的人都会发展 都会发展上由于未来的 就找到了 是万许美国